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回到正题 这个恶魔城历代记呢 其实它就是这个恶魔城雪之轮回的一个重置版 那么这个重置版呢 它怎么说呢 它变成一个3D的恶魔城 但是呢 它不是那种像什么暗影之王啊 无罪的那种3D 它只是这些场景呢 还有这个人物变成了3D的样子 但是呢 它核心的内容呢 还是跟以往的这个雪之轮回一样 都是这种横版闯关类型的重作游戏 好 那么这里呢 来到了地关的这个BOSS 那么这个历代记呢 跟它的原作雪之轮回一样 打BOSS之前呢 都会给你一些新补充 那么这个地关的这个BOSS呢 是一只这个飞龙 那么这个飞龙非常简单 我们用这个斧头不停的丢它的脚 反正丢到它的脚就可以了 它的脚呢 是有判定的 那么呢 很快就把它杠死了 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BOSS 那么首先说一下这个历代记跟它的原作雪轮一样 有表里两条路线 那么现在呢 我走的是表路线 那么下一期呢 就会做这个里路线 然后这个漫长的等待之后呢 吃到了一个能量球 然后呢 这里想试的是无伤通关奖励EUP 那么这个所谓的无伤通关呢 其实不是说 他整关要无伤 只是你吃到这个能量球的那一刻 你的血要满 你的血满的话呢 就代表可以奖励到这个EUP 他不是说整关要无伤通关的这个意思 然后呢 这个无伤过关的奖励EUP这个设定呢 它是继承这个雪轮的 顺便说一下这个超任平台的这个恶魔城XX 那个XX它也是这个雪之轮回的一个复刻 然后呢 那个版本呢 它也有这种无伤通关奖励EUP的这种设定 好了 这个废话说的有点多 那么现在呢 来到了这个第二关 那么这个第二关呢 是这个恶魔城的正门入口 那么这个正门入口的这个背景音乐呢 按照传统的应该配这个吸水鬼杀手 但是这里呢 有些同学听的这个BGM有点奇怪 这不是这个月下夜响曲的这个正门入口的那首音乐嘛 怎么你这个历代季的这里的音乐会变成这个月下的 其实呢 是因为这样的 因为这个历代季的它的原版音乐我听得非常的不喜欢 总之一句话就是这个历代季的那些重制的音乐我不喜欢 所以基本上呢 我全部给它换掉了 换成我自己喜欢的音乐 然后呢 可能有些同学里会听得不喜欢 因为这是我自己配的一些音乐 好 那么这边呢 出现了一只叫什么你我忘记那个名字的 反正这一只怪物 我以前在解说雪轮的时候解释过 这个怪物呢 应该是可以打死的 我不知道这个版本能不能 我没试过 反正雪轮跟叉叉里面是可以打死 按说这里应该也能打死 好 那么这边呢 被这只怪物追到这里 他就会自杀吧 应该是 然后呢 前面在怪物追着你的那个场景 有一个蜡烛呢 有一条钥匙 这条钥匙如果你拿到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场景的右方有一个门 用那条钥匙打开那个门的话呢 可以进去就到这个玛利亚 当然这边呢 我已经把这个游戏里面的所有人物都救了 所以这边呢 我是不会再去救人了 好 那么这里呢 也是一个boss战前的一个小房间 总之boss战之前呢 都会给你补给这个新的 然后呢 这个第二关呢 这个boss呢 是这个狼人 好 那么这个历代季呢 他每一关boss之前呢 都会加了一个动画 当然这个动画我全部跳过了 所以你们看不见 好 那么现在开始战斗吧 好 这里呢 我放了一个圣女的一个必杀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必杀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 虽然这个特写非常好 但是呢 很浪费时间 这里呢 连续放这个圣女就可以把这头狼干死 这是我觉得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反正这个星呢 是肯定够的 然后呢 就大概用了40个星 把这个boss干掉 就是无伤吧 好 那么这边呢 看到了这个能量球 吃了之后就可以过广了 这边也是一个无伤通关 奖励UP 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有些调整 然后呢 这个里奇特的手感呢 也不一样 而这个利带记的手感呢 相对于这个雪轮来说的话呢 比较硬一些 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利带记 手感不太好 另外呢 这个里猴子 他的这个后空方的这个高度非常高 比原版要跳的高一些 除了这个敌人有一些变化之外呢 还有这个里路向有一关呢 跟原版非常的不一样 那么至于这个关卡呢 由于我这一次做的是表路向 没有那个关卡 所以呢 在下一期我会 到时候跟你们说清楚的 那么这边呢 可以看到这里的背景音乐 就是这个月下的这个音乐 那么这首音乐呢 我是找了很多音乐 比较符合这里的这个场景 所以就添加了这一个 因为原版的那个呢 我也不喜欢 其实这个雪轮叉叉 还有这个利带记 这三个版本的这个音乐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叉叉 但是呢 我看到大部分人 都认为这个雪轮是最好的 我不是这么认为 好 那么这边呢 上这个楼梯 然后这个楼梯上方呢 会有这个跳蚤栏 在这个扶手上玩这个滑梯 那么可以选择丢这个圣水 或者呢 丢这个十字架也可以 但是呢 在原版来说的话呢 我第二关的蓝人呢 我是用这个十字架来打的 但是这里呢 我换成了这个圣水 其实这个圣水呢 打上一关的那个boss呢 他是无死角的 不像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必杀呢 他有一些地方是打不到的 所以呢 我以前也打过这个雪轮的无伤通关 我当时呢 就是换成了这个圣水 因为这个圣水呢 非常容易无伤 上一关boss 对了 我是忘了吐槽上一关的那个蓝人 他死了之后 在原版里面呢 他是没有穿衣服的 但是在这里呢 他居然穿着一条胖子 好 那么这个环境骷髅呢 也算是一个小boss 然后打完之后呢 这个大钟会掉出一个肉 当然我现在已经满血 没必要吃 如果你满血的话呢 吃这个肉的话呢 会得到1000分 好 那么这边呢 换了一个斧头的腹器 然后从这里跳上去 跳上来 我们往右边走 就可以到了这个boss的房间 如果刚才在上方没有跳上来的话呢 你往左边走的话呢 会到了你路线的boss 所以不能往左边走 好 那么这边呢 有一些心 让我们补充一下 那么本关的boss呢 是这个流头人 这一面墙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肉 我没有把它打出来 这是一个巨型的肉 你们看了这么久 这个游戏跟这个圆版比怎么样呢 是不是基本上差不多呢 当然这个画面呢 我是在模拟器上玩的 所以它是比这个实体机 画面要好一些 因为这个实体机它的分辨率没有那么高 然后呢 就是这个模拟器的话呢 可以调一些特技什么的 好 那么这边呢 打这个流头人 这个流头呢 其实跟原版没什么区别 只是它出造的坏慢跟原版稍微有一些微妙的差别 另外呢 还有就是它这一招冲撞 这招呢 在原版的里希特 它的后空方呢 没有跳的那么高 所以这个版本的后空方呢 避开这个流头的冲撞了 就变得稍微容易一些 这里呢 顺便啰嗦两句 就是这个雪轮跟这个利带剂 还有这个叉叉也是一样 每一个boss死亡之后都会奋力一击打你一下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不要这个无伤通关 因为无伤通关有EUP的奖励嘛 所以呢 假如说你打完这个boss之后 你剩了一丝的血 然后呢 你又被这个boss 这个奋力一击打到的话呢 其实是不会死亡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第四关 好 那么这个第四关的这个音乐呢 我没有找到觉得好的 我就用了这个雪轮的这个版本 然后这一关呢 有几句话要说的就是 它有一两个场景跟原版 改的初入有一些大 非常的不一样 等一下到了之后我会跟你们抢 而这边这个古龙呢 它跟原版的规律不一样 我刚才呢 丢了一个斧头打它一下 然后直接走过去 在原版呢 是可以直接走过去的 不过在原版有时候呢 它有一些随机性要蹲下来 反正呢 不用丢这个斧头 那里刚刚前面那个产品改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肉 在打这个古龙的时候 假如说不小心受伤了 打完之后可以回去死 这边呢 我没有受伤 所以就不用了 然后这个古龙打死它之后 它只会掉这个前代 前面那个古龙会掉进 这个都是固定的 然后呢 这个历代记者 这个红骷髅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红骷髅可以打死 就是它跟普通的骷髅 基本上就是一样 抽一边它就死 这边呢 我选择走下方 那么刚才那个场景 那个水晶是干嘛的 那个水晶 我记得原来应该放了一个光盘 那么那个光盘呢 就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些收集任务 很多光卡都有这个光盘的 如果你收集到你想要的这个音乐的话呢 就可以像我一样 你把每一关的音乐都替换掉 但是这个音乐呢 只有这个雪轮 还有这个历代记 还有这个月下三款游戏的这个音乐 没有别的恶魔城的 好 那么这边呢 上来之后 其实刚才的从这里也可以走上来 它是有两条路的 我为什么不走那条路 在原版呢 我觉得那条路要稍微简单一些 但是这里呢 我个地方非常难跳 总之它改了吧 我觉得非常难跳 我就选择另外一条路 好 那么这边呢 可以直接踩着这个鼓柱 直接跳上来 那么这个场景就是我前面说的 这一关改的有点大的一个地方 因为在原版呢 是不可能踩这个鼓柱上来第二层 而这边呢我直接选择卖血 因为这边呢刚好有一个肉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快速的过来 那么这个鼓柱也不打了 直接两个斧头 把它丢开让我过去就可以了 好 这边呢 到了这个第四关的boss 那么这个第四关的boss呢 是这个无头骑士 然后呢这个无头骑士呢 这个boss改动非常大 在原版的无头骑士呢 是非常简单的 我感觉这里呢 要比原版要难打很多 这里的这个无头骑士呢 他的攻击欲望非常高 总之呢 他会一直把你逼到这个板边的 然后呢你就没地方站了 在原版的 他是没有这么高的这个攻击欲望 你看 现在我就被他逼到这个板边了 已经没有地方站了 这个boss呢 我选择跟原版一样的打法 用这个圣树来打 这个圣树呢 反正这个位置你自己算好 如果这个圣树丢的好的话呢 可以打三四次 当然呢这个圣树呢 他比这个普通的副武器啊 斧头啊圣水这些 他要多费两个星 也就是他要费三个星 不过他的实用性非常高 你看可以防御这些人弱死 好那么这边呢 用无伤打死的这个无头骑士 那么这个整个历代季的 除了游戏的最终boss 德库拉之外呢 只有这个无头骑士 这两个boss是比原版要难的 这是我认为的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认为 反正我就觉得就这两个boss 比原版要难打的 然后呢整个游戏的难度来说呢 他是比这个雪轮要讲大很多的 但是这个里路巷 他有一关也是比较难的 总之综合来算还是原版要难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第五关 那么这里的音乐呢 被我替换成雪轮版本的这个 石架在松墙 那么这一首音乐呢 应该最早出现在这个街机恶魔城 就是这个闹鬼城的第一关里面的 然后呢这里这么多版本 其实我比较喜欢废墟的那个版本 要好听一些 好那么这里呢 下来之后呢 从这里下方呢 把这个箱子推开之后 这里有一条隐藏的密道 然后这条道它的进入方式呢 跟原版有一些不一样 在原版呢 他是从这个右边进入的 这里改成左边的 然后这里的右方呢 加了一个红门 那个红门后方呢 应该有一个关盘的 因为这个关盘我已经收集完了 所以就不进去了 那么刚才前面我没说到那个红门 还有这些水晶呢 怎么打开的 其实呢就是这个游戏里面 要救的那几个人 你救了他之后呢 相对应的那些门呢 就可以打开了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 你想全部收集完的话呢 至少也得打四五个周末 才能全收集了 好那么这边呢 这个画了 怎么说呢 他跟原版有一些不一样 这幅画了 要比原版要难打 因为原版呢 是很无脑的 就是跳起来抽边就行 那这里呢 这幅画了 他有一些很细微的改变 如果你跟原版那样去跳抽边的话呢 应该会被他秒杀的 因为这个画了是不能碰的 一碰到就会死亡 好那么这边呢 有一些鸟啊 叼着一个跳岛呢 这个怪物非常讨厌 这边呢 我选择用这个圣术来清掉他们 不过这样丢这个圣术的话呢 这个心呢可能有点浪费 在这个产品的最左边呢 不是左边 最右边呢 有一个斧头 如果你想换成这个斧头的话呢 可以节省一些心 然后这边呢 打这个死神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隐藏的肉 然后上去就打这个死神了 这里的副武器呢 可以不用换了 因为这个圣术呢 我会一直带到这个最终BOSS 这个圣术呢 在这个历代记这个版本里面呢 非常好用 使用性大大的提高 基本上呢 我后面几关都会用这个圣术 不会再换了 然后呢 这边这个死神呢 用这个圣术 可以很方便的清掉他这些小梁刀 其实 雪轮 来说的话呢 我也是用这个圣术来打 其实以前我 做雪轮的视频的时候呢 我已经打过很多流程了 但是呢 我都没有解说 只解说过一个 无伤通关的一个视频 但是这个视频呢 我当时解说非常的青涩 所以这边我就不太愿意上传到别的那些地方 只有这个优酷跟这个土豆有 也许以后会重新解说一遍吧 反正现在是没有计划 好那么这边呢 这个死神 已经进入了这个第三形态 而刚才他的第二形态呢 如果你被这个骷髅头打到的话呢 他会一直换这个骷髅头 所以呢 那个骷髅头绝对不能被他打到 然后这一幕呢 有点血腥啊 这里也是保留了原版 抗死神头的这个设定 但是这里呢 这个血呢 变成了黑色的 在原版里面呢 他的血是红色的 然后呢 这个恶魔城叉他也是红色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恶魔城叉他的美版呢 这个怪物的血啊 他不是红色的 他改了一个别的颜色 是什么颜色 忘了 反正 主要是因为 好像是美国的那些审查的原因 反正这个血呢不能是红色的 这个让我想起了这个寂静里里面的那些 怪物的血啊 这也是一个柯纳米的游戏 反正这个游戏里面的那些怪物 这个血可以改成别的颜色 随便你改 你可以改成绿色 好 那么这里是第六广 然后呢 这个第六广呢 是一个boss loss 好 这里呢 我收集了不少的新啊 51个其实不太够了 那么这边呢 这个boss loss呢 怎么说呢 这几只boss呢 其实他就是这个FC 恶魔城一代的那几个boss 比如说这个蝙蝠 这个蝙蝠就是恶魔城一代的第一关boss 然后呢 第二关呢 是这个美杜莎的头 啊当然 他这里呢 给他的一个身体 然后第三支呢 是这个木乃伊之旁 第四支是这个blanker 没有第五支了 第五支就是死神了 然后呢 这些boss呢 当然他不可能跟这个FC的版本那样的这个行动规律的 不过这些boss呢都比较好打啊 最难打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米杜莎了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木乃伊之王 那么这个木乃伊之王 他会放出三块大砖块 那么这个大砖块呢 在雪伦的原版里面呢 用这个圣书必杀可以直接穿越过地 但是这里的是不可以 所以呢 这里也是改的 然后呢 现在是这个blanker 这个blanker呢 就是废墟里面这个blanker的原型 当然这里呢 当然这里呢 他不是废墟里面的那一支 废墟里面那一支他的原型是 雪轮里面 当然这个废墟里面呢 这个flanker呢 他有很多相代化的这个装备 有这个激光枪有炮弹 但是他的招数呢 跟这个雪轮或者这个利带技 他的招式非常的类似 好 那么打完这些boss之后 才会出现这个第六关的这个boss 那么这个boss呢 是这个黑暗神光沙夫特 这个沙夫特你们玩过月下的都知道了 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 然后呢 这个沙夫特呢 他这三招呢 稍微有些变化 在原版里面呢 他是先火球 然后电 然后呢 是一个什么来着 跟踪球吧 然后呢 他这里呢 改成了火球 电球 火球 再到那个跟踪球 所以呢 这个顺序改了 另外呢 就是这个电球呢 在这里非常容易躲 这个电球 在原版呢 他的随机性呢 是比较大的 但是在这里呢 他缺少了这个随机性 反正这里的电球呢 他有套路多了 所以 这个沙夫特的 比原版要变得非常的简单 好 那么这边呢 又干死了一个boss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 第七关 那么这个第七关呢 那么这里呢 已经不分什么表里路线了 因为从第五关开始呢 他就是表里路线的一个汇聚 然后呢 这个第七关一上来呢 在里的后方会不停的刷这个蝙蝠 前面也会刷 但是前面刷的几率非常小 然后这边呢 我是用这个圣术来清这个蝙蝠的 然后清这个蝙蝠呢 有三种方法 一种呢 就是用这个圣术 另外呢 可以用这个斧头 或者呢 你用这个边也可以 如果你用这个蝙蝠 清这个蝙蝠的话呢 你就要往前跳 然后呢 往后边抽蝙蝠 这个方法呢 需要一定的一个数量度 然后这里呢 我是用这个圣术来清这个蝙蝠的 其实 在原版里面是不可以用圣术 因为 这个版本的圣术呢 加强了 在原版里面 这个圣术呢 是很难打死这个蝙蝠 好 那么这个第七关 这个断桥 还有这个实际塔这个场景的 我以前在解说月下的时候 我曾经提到过这个场景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记得 因为这个第七关整关就是月下的实际塔的圆形 月下的实际塔 它整个的结构跟这里几乎是差不多的 这两个场景都是非常类似的 然后这个断桥那个场景的 月下里面也有 但是呢 他断的非常多 你看不出来可能 然后这边这个场景呢 跟原版的雪轮 有一些差别 他改了这个路线 在原版的雪轮 这个场景呢 在月下里面 也有类似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在月下里面呢 这个场景的boss呢 是这个地狱大总裁 第一大总裁的那个房间呢 跟本关boss的那个房间也是几乎差不多的 不过很可惜 这个历代季的这个boss房间改的有点多 跟原版的出入非常大 好 那么这里上方的那个大装甲呢 可以换一个胜输 先打他几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上来的时候抽他两边就可以把它干了 好这里晚上走上去之后呢 这里的这个摆中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后空方上来 在原版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因为这里的这个李侯子后空方跳得非常高 前面也说过了很多次 好 那么这个boss的房间呢 这个墙里面呢 有很多的负气 不过每一个负气都是套着另外一个负气的 所以你想画负气的话呢 非常麻烦 好 那么这边等一下会打这个沙夫特的披风 那么这个boss呢 怎么说呢 跟原版又不一样 其实这个房间呢 有两个boss 如果你在前面没救出这个李希特他的老婆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房间会打他老婆变成吸血鬼的那个boss 如果你救了他的话呢 就会打这个沙夫特的披风 然后现在我再来说说这个沙夫特的披风 这个披风呢 他的位置非常的高 在这个血轮里面呢 这个沙夫特的披风呢 是可以站在地面上就可以抽到他 但是这里呢 几乎大部分时间你站的是抽不到 你得跳起来抽 所以呢 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IG 他为了修复原版的一个 怎么说是bug还是漏洞呢 因为在原版里面这个沙夫特的披风呢 是可以打披风球的 就是你打这个沙夫特的披风的时候 他会跑到另外一边 当他跑到另外一边的时候 我们赶紧跑到另外一边 在他落地之前呢 再打他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来回不停的打 直到他死亡 这应该是原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打法 但是在这里呢 由于这个沙夫特的披风他比较高 所以原版的那个打法呢就不能用 好那么这边呢 战胜了这个沙夫特披风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关 那么这个最后一关呢 其实他只有一个boss 就是这个德库拉 然后呢这个场景 我估计很多同学都熟悉了 这就是月下的一开头 然后这里的这个楼梯 这个服务手里面 注意一下是不是有点烂 因为在月下里面这条楼梯 他是断的 所以这里呢 应该是比较符合那个场景 另外呢就是这里上方有一个隐藏房间 在雪轮里面是可以上去的 这个利带记应该也可以上去 我没有试过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打这个最终boss德库拉 那么这个德库拉 在原版的雪轮里面 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最垃圾的一个boss 反正他就是一个打降流的 非常简单这个boss 但是在这个利带记里面呢 帝王狂蓝他加了这个第三形态 那么这一次加了这个第三形态 这个特库拉还是有点难打的 主要是因为 第三形态他的攻击方式非常多 所以这就是他的蓝莲所在 但是前面两个形态还是那么的垃圾 我们这两个形态也是打降流的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 他前面两个形态的 跟这个月下的一开始 那个基本上就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主要是看这个第三形态的 其实你们仔细观察这两个形态的话呢 可以发现 这里的德库拉 他的那些攻击模式 还有这个第二形态的那个样子的 都跟这个FC恶魔城一代非常的下 好 那么这里终于打死了这个第二形态 那么 这个第二形态的 在有一些恶魔城里面 他的翻译叫做真主德库拉 那么这个形态的 按理来说应该是这个德库拉 他的原型 但是这里加了这个第三形态 不是说不能加第三形态 因为有很多做的德库拉都有三形态 但是他这里的这个三形态 就有点逗 这个德库拉是搞得有点像一只蝴蝶一样 好那么这个第三形态一上来呢 他会放这个血雨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躲在他的下方 就可以躲过去 当然躲的时候不要偷懒了 可以去打他的 因为现在这个胜术呢 是一个很大范围的一个攻击 那么这个boss呢 我也是选择用这个胜术来打 而其实呢 我一开始呢 也是按照一开始的那个思路 用这个十字架来打 但是我发现这个胜术 打他有奇效 首先呢 打的快的话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个德库拉呢 他出招的方式呢 是根据他的血量来的 刚才内煞声音 你们有没有听到 内煞声音呢 就是代表这个德库拉 他要进入下一个攻击形态 你只要他换一种攻击形态的话呢 他那些招数都会换一个样子 打的快的好处就是 在他出那些危险的招数之前 我就把他杠死了 你看这边呢 我已经把他杠掉了 这是一个无伤 大家如果你没有这个副伎计划 用纯边来打 那么这个第三形态呢 可能这个背板量也挺大的 他的这个招数变化比较多 好那么这边呢终于通关了 整个游戏解说完之后 其实呢我一开始有一句话 本来应该放在这个视频的前方说的 就是我以前这个血轮呢 都搞了什么纯边呢 为什么我这一次不搞纯边呢 主要是我累了 不想搞什么限制流程啊 也没有打这个速通 反正呢我原版的意思就是随便搞了 搞完这个最后一款动作成就是了 好那么这里呢会有一些剧情啊 那个剧情呢 其实就是这个月下一开始的那些对话 那么呃这个原版也有 但是原版的他没有字幕的 他是一个动画 另外呢就是这个对话了 原版在月下里面 这些对话呢是在开打之前就说的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德库拉最后说了一句 真有趣 我记得这里在月下这个德库拉不是这么说的 他是说 到底谁是对的等你死的就知道了 好了那么按照国际惯例 这个城要倒塌了啊 我们拆枪吧又胜利了 好那么这座城呢还要拆一次 这个下一期做这个里路线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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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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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